还有在路口转弯也要小心 台中大甲一辆小货车回转 跨越两个车道 机车还以为会让他呢 就继续执行 没有想到被货车车尾扫道 直接摔车 另外在台中神钢也发生转弯的车祸 一辆车车还没到路口一半呢 就提前先左转 导致机车骑士煞车不及 直接撞了上来 十字路口执行机车 撞上左转车 猛烈撞击 骑士连人带车 重甩裸地 骑士下车查看骑士伤势 一旁的店家热心拿出三走锥 挡在前面 避免发生二次追众 好像过去看来说 人家好像没问题 你的旁边都跳起来 弄很大 斑马上一百姓那后才切 可是他提前切 骑马车车的 他骑比较快 造成这样的车祸 四方路口在台中神钢 黑车驾驶 疑似要从中山路 左转进三明南路口 不过还没开到路口处 就着急先左切 害执行机车 刹车不急 迎头撞上 骑士多处插上 送一顶方九色 双方九色指挥离 我独有偶 转弯车祸也发生在 大甲 小货车回转 跨越两个车道 机车三贴 可能以为小货车会让他 没放慢车速 继续骑 不料被货车尾扫到 重心不稳 摔车落地 初步噪音 一车为规定辆车 二车为注意车前状况 急超战 猛烈撞击 机车一家三口的安全帽 喷飞出去 地上血迹斑斑 骑士跟女儿轻微脑震荡 坐在后座的太太 骨折 颅内出血 双方重视责任 又带警方进一步理清 记者盘信 陈世杰 台中报导 台中报导